2月15日,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国防部消息称,俄罗斯军方表示,一系列演习已经结束,俄罗斯西部和南部军区的部队将于周二开始返回永久基地,完成训练。 乌克兰外交部则表示,如果他们亲眼看到撤军,才会相信局势有所缓和。 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于15日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在莫斯科会面后,两人召开联合记者会。 普京表示,俄罗斯不要战争,因此他提议谈判,但北约仍未达到俄罗斯的基本要求,也就是不要牺牲其他国家来强化本身安全。 过去30年,俄罗斯一直被告知北约不会扩张,结果现在北约已经到了他们家门口。 他说,乌克兰不知何时也会加入北约,俄罗斯现在就要透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 舒尔茨则说,俄军在乌克兰边界集结构成威胁,紧张情势必须降低,最重要的是不要开战。 对话谈判必须持续,但领土的完整不能协商。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月14日下午宣布,联邦政府决定启用紧急状态法来应对目前的卡车车队抗议活动和解决口暗封堵的问题。 据悉,这是这部法律通过以来,首次被加拿大政府启用。 根据规定,国家紧急情况被定义为严重危及加拿大人的生命、健康或安全,且其比例或性质超过一个省处理它的能力或权力。 该法案赋予了应对影响自然灾害、疾病爆发、公共秩序、国际紧急情况或战争紧急情况的特殊权利。 一旦内阁宣布紧急状态即刻生效,但政府仍需在7天内前往国会获得批准。 如果乡议院或参议院投票反对该动议,则撤销紧急声明。 特鲁多表示,目前发生在全家各地的占领和封堵是非法的,也不是和平的。 虽然启用紧急状态法,联邦政府行使的权利也是可控的和适度的。 韩国外交部2月15日表示,驻纽约总领事将于18日会见纽约市国际关系厅厅长, 要求纽约市政府积极预防反亚裔仇恨犯罪。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纽约市针对亚裔仇恨犯罪不断增加。 2月13日,在纽约市曼哈顿一幢公寓,一名30多岁的韩裔女性被流浪汉刺杀。 另一名50多岁的韩国外交官,9日在纽约市曼哈顿韩国城附近等待出租车时,遭不明男子殴打。 韩国外交部人士表示,届时将转达旅美含义对此类犯罪的忧虑, 并敦促纽约市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预防类似犯罪再次发生。 旧金山市议员陈诗敏提出立法,拟扩大工人弹性上班制, 允许工人对上班的地点和时间有调配的资格,以平衡工作和同时照顾家人的需要。 法案内容主要包括建立公平流程,让雇佣双方合作制定工作时间地点的安排。 除了有特殊困难外,雇主需提供弹性上班时间,雇主需积极处理远程, 办公雇员所遇到的问题。 扩大招呼定义,包含父母以外的其他年迈家庭成员。 二十人或以下的小企业可豁免执行此法案。 弹性工作时间可提高工人的生产力和满意度。 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弹性工作制对人工的招聘和保留, 减少缺勤和用工成本都带来了正面影响。 此项提案或多位市议员支持, 青少年及家庭委员会上周五旧法案进行听证会, 并获得一致支持。 旧金山市议会将在3月1日全体会议表决, 若获通过,将送交市长布里德签署。 2月14日,随着苏一鸣的振臂欢呼, 北京冬奥会中国第六金诞生。 截至目前,中国队共获得六金四银两铜, 金牌数已超越历史最好成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监